一請揮棒 接受 随著揮棒啟動 桃園捷運綠線站名一一公開 其中還包含市民的創意 我們是先在網路上面徵求 大家一起來命名 這15個車站 一共得到了355個名字 有超過20萬票的票進來 幫各個車站取名字 捷運站名字由草思綠線主線 經過巴德區 桃園區 蘆竹區和大園區 其中草克力站在命名之初 就引發廣大討論 因為臨近巴德草克力街而得名 不過這讓桃園人有共鳴的是 桃園區的景福宮站 位在桃園大廟附近 讓站名和在地文化產生連結 我們今天幫我們車站取名字 也形同等於我們期待的 我們後年我們的北段通車 即將要實現 那麼再過兩年 會通到我們的景福宮 再過兩年會全線通車 那麼我想這一個一個的工程進展 大家都陸續看到了 取名象徵 離後年北段通車的目標又更進一步 桃園捷運還有另一項新突破 那就是桃園區地下段六段總長 約4.6公里的傳統原隧道工程 已經全數貫通 立下新里程碑 其他桃園捷運綠線完成通車後 連結桃園機場捷運和北桃園據點 提供市區核心地帶更便利的交通 法治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張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